中共百年之禍座談會在法拉盛舉行 由北京之春 中國民主大和中國名聯共同舉辦 活動主辦方還專門打造了一塊牌便 希望在將來送給中共 上面赫然寫著 禍國殃民四個大字 第一 我們要充分地接入 茅視在共產黨的滔天罪上 第二 我們也要充分地接入 所謂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共的滔天罪上 第三 更重要的 我們要揭露這兩段時間 兩個歷史階段 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時事評論家陳破空認為 中共禍害中國乃至全球 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最大的污點 是中華兒女的恥辱 中國人民總是一部分接一部分的 遭受中共的迫害 但是中國人民也是一部分接一部分的 覺醒起來 終於這個覺醒能夠會成一股洪流 就像我過去說過 沒有什麼中國威脅 只有中共威脅 它是包括中國人民和各民族人民 甚至包括世界人民在內的共同威脅 所以中國人民一旦意識到這點 覺醒起來 行動起來 我覺得離埋葬中共之日 埋葬一黨專政之日 就不會太久 不會太遠 在過去一年 香港政府配合中共強推國安法 到最近的《蘋果日報》停刊 資深媒體人金中說 對香港的未來仍有信心 爭取普選 真普選的這個抗爭活動還會繼續 只不過沒有以前那樣大的規模 會受到各種各樣的限制 活動有將近30名 來自中國、西藏、香港、台灣等地的 民運人士約會 共同聲討中共建黨百年來的罪惡 新唐人記者柯林婷海瑞 紐約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